чиio 作词 女朋友 作词 Craig会 说服务 作词 杨凯亚 作词 作词 杨凯亚 作词 杨凯亚 杨凯亚 对话 传统 所以说明天没能够 演单的一位同修 她目前是在忠田院的近代史 赴研究员 然后刚从台教会卸任 是当过 當了兩年的會長 剛剛卸任 謝謝一輪的介紹 在這個歲末年中有機會來這個地方 很感謝有這個音樂 一方面就是一輪邀請 新教師允許 一直老師協助 1971年還沒有退出之前 是個國家 退出之後就不是國家 那會有事 我們人都一樣 土地也一樣 在這裡生活都一樣 為什麼聯合國有什麼權利 是怎麼國家 國家是什麼 就跑出這個東西來 對不對 有同學有學生問 就是說台灣被國際社會除名的問題 新教師說我們沒有被除名 是自願退出我們 沒有被開除還是自願退出 這是五樣 一個就是說 專業的術語叫做 一個就是說 專業的術語叫做 二七五八號決議案 那個是表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這個回答很簡單 第一個 1971年的變動 只是中國代表權的變動 就是說本來 台北的這個政府 是代表全中國 所以1971之前也是一中 只是合法的政府在這邊 代表全世界 在世界上是代表全中國 就是中華民國 而且在聯合國裡面是常任理事國 這樣子 1971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如果讀歷史就知道說 基辛吉訪問中國 兩次密訪 七月去一次 然後十月去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就不密了 很多世界都知道 第二次剛好是什麼呢 剛好聯合國在討論 中國代表權 所以那個氣氛就不好了 國際上的認知是說 連你美國都要放手 那我們為什麼要堅持 所以本來每次聯合國大會就會 戰鬥一次的那個問題 到1971年就要堂堂 如果是北京才是代表中國 那台灣這個是什麼 所以下一個要表決的就是這個 也就是說到底可不可以兩個中國 或者一中一台 這個方案其實美國都有try 因為我去看過蔣介石的日記 到目前為止他因為蔣家不願意公開 不是不願意公開 就是有那個權利 我去史臺國大學超威 就繼續變成珍貴的 蔣介石在1971年的10月 10月22號是正式宣布退出 10月18日 所以說背鋼琴 他的日記已經這樣寫了 聯合國已成為叛國奸賊 與侵略罪犯的冤首 五人應傑身自好 再不能與之同流合污 決定自動退出聯合國 保存光榮歷史 然後景彭 他有一本書叫做華府檔案看台灣 這就寫了美國解密的檔案 楊錫坤也好 就是有葉公超也好 當時的職業外交官 跟美國的駐華大使馬康衛跟他們講話 只說沒有人敢跟蔣先生說 他不喜歡聽的話 所以我們看蔣介石的日記發現說 這一年他已經身體很不好了 因為1969年楊明山一次車禍 結果呢 1970年1月16號 宇德宮 跟美國綜藝人談話完畢 起身送客時幾乎昏厥不知 勉強扶鎮定計 勉強鎮定 反省冰島 他說此為平生未有之病 不可不妨也 你看 他對美國的理解是這樣講的 他說美國對我政府這政策 過去都以為是兩中 而今確知美國是搞一中一台 其所謂一台則乃取消過中華民國政府 而以台灣人組之中完全受取控制 成為美國的傀儡 始終陰謀二十年來始終如一 迄今更為曝露無意而已 不合事實 美國其實對中華民國其實是人之意盡 當然我這樣講可能會比較太厚道了一點 應該是說這個排局不是我跟你下 還有一個北京政府 一個強大的政府一個國家在那個地方 雖然有過文化大革命有過什麼紛擾 可是它畢竟是一個有效從事的政府 而且才是中國 你怎麼可以在這個小島上的政府 宣稱代表全中國 我美國已經幫你幫到1971年了 過去每逢聯合國開會 我就要跟你努力努力努力 他就要發明一些辦法 什麼重要問題案 一定要三分之二通過才算數 所以中國大陸它不斷地從非洲國家下手 支持它的那個會員國 越來越多了 你本來說重要問題案就是我只要能掌握三分之一加一 這樣我就贏了 最後連這個都保得住 就是剛剛講的基辛吉訪中 基辛吉為什麼訪中呢 因為越戰美國想要中國幫忙 其實他認為台灣這個事情是燙手三秒 而且從情理上說 要支持台澎金馬代表全中國也是太勉強 所以說這個方案就是說 兩中或者是一中台 從1959年的康隆報告 美國的外交委員會 中醫院 他們的方案裡面都已經有在談這個東西 可是中華美國這邊不一樣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問說 第一個1971年只是一個代表權 中國代表權變動 那至於說台澎金馬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對不起 不是人家沒有要我們成為一個國家 而是我們自己不一樣 因為當時的政府不想成為一個國家 因為台澎金馬如果是一個國家 那就是台獨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那看 所謂的台灣獨立一中一台 這個option 這個選項 這個寸落 不是被宣傳的一樣 說什麼蘇典王族很可怕 我是說他本來就是一個選項 可是蔣介石的認知呢 不合事實地說 美國並沒有讓你下台 美國只是在國家的定位上 你不要代表中國 你也代表不了中國 所以你就代表台澎金馬 讓北京成為常任理事國 而台灣這個呢 就是一個普通會員國 所以這個所謂的雙重代表權案 其實還有分兩個 一個叫做簡單的雙重代表權案 只要你能夠保住一個聯合國實施就好 這點喔 這點喔 蔣介石勉強聽他講 他有順便接受 他沒有人表達 我們就表格過了 沒有人 有一個複雜的代表情案 就是連同常任理事國一次考量 意思就是說 我中華民國堅持要常任理事國 一個中國大陸 有做調查會員國 如果這樣我願意考慮 美國都會說 這就不可能的事情 人家比較大 你比較笑 還是叫人家做普通的 所以這點就變成說 蔣介石這麼怪美國 其實也是不公平